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去年底走马上任的人资部长沈志强 那么在上京当部长之后 他设下了其中一个KPI 就是要研究以及调整最低先进制了 而过去半年多呢 其实沈志强是不断地释出讯号说 政府呢是已经逐步完成了检讨报告了 几乎只是等内阁讨论以及排版定案 而今天的新洲封面就报道 他们探听到有消息说 内阁准备在这个月内讨论上调最低先进制 从原本的1500令吉上调200到300令吉左右 到1700到1800令吉之间 那么根据了解呢 国家薪资咨询理事会在过去的六月尾 曾经开会讨论过 已经是对最低先进的这个升幅达成了个共识 那报道提到根据国家薪资咨询理事会法令 最低先进制必须每两年检讨一次 那大家从画面中这张趋势图也可以看到 从2013年开始执行最低先进制后 当时是从900令吉开始逐步往上调升的 一直到两年前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最低先进从1200令吉调高到目前的1500令吉 而来到今年按照法令规定的进度表来调涨的 最低先进涨幅很有可能会再爬升到1700到1800令吉之间 这是新州探听回来的消息 好啦 针对政府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继续调高最低先进的标准 那新州就采访了大马雇主联合会主席赛虎先时 他就证实国家薪资咨询理事会呢 的确有在过去的六月底开会讨论过 政府要调整最低先进的建议 但是具体的金额是多少呢 基于啊这个有保密条款保密协议的 所以这名代表老板们发声的主席 他就拒绝向媒体透露了 不过呢 赛虎先有建议政府了 在修订最低先进的时候 应该要为大多数中小以及微型企业的老板 都在面对现金流的问题着想 必须要照顾到这些老板 这些老板们呢 到底给不给得起 政府所设定下的最低先进的标准啊 那赛虎先的意思是 如果政府调整的最低先进标准 是大多数老板都给不起的金额 或是持续面对现金流压力的话 那到时候恐怕会有雇主决定收摊不做了 这个后续的骨牌效应才是真正可怕的事 所以他才建议政府可以效仿美国 日本和韩国那样 允许小型或是微型企业 排除在最低先进制以外 不用执行最低先进制 让这些企业有生存下市的机会 最后我们再提一点呢 雇主联合会主席在受访时 还告诉新洲日报 其实呢 两年前 当政府调高最低先进到1500令吉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过去两年咯 国内大约还有10%的打工仔 是没有领到政府规定的最低薪水的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市面上可能有一些雇主 在走漏洞 没有根据政府的规定来请人 但是呢 这名主席就没有多说 像这样的情况 到底是在哪一个产业比较严重了